但是我们台湾呢因为很怕胎卖去付国家赔偿责任 所以我们向来都把它解释为是司法的行为 那各位既然是司法的买卖 那为何你滑胎又不付瑕疵担保责任呢 那各位呢这时候减价就很好玩了 我们就把东西送去给估价师去估价说 若这一间当初买卖的时候是四百万 那么现在如果是凶宅的话应该是减价多少 结果那个估价师好有趣哦 他说现在的房子的价值值五百五 各位呢我收到这个估价的报告以后 马上就打电话去给那个估价师说 你疯啦因为老师也学过估价 所以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弄好 我现在不是在估你的现价 现在的价值 我是请你估两三年前 这一个房子当初买四百万 若他是凶宅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值多少钱打几则 各位凶宅通常打七折就是70% 所以要减价如果是凶宅 如果打七折的话应该是280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应该要退款120 另外要看那个损害赔偿成不成立 经常我们估价最主要的就是估价的时间点 所以各位呢 像我们高雄的台积电一日三假 你一年前跟一年后可能价格差了50% 两年可能就差一倍以上 所以这个估价的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估价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呢 以后老师有时间再讲 所以我就叫他重估了 估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判他是要减价了 有时候呢 法官认定是减价 而对方一直坚持要解约 这个时候诉讼上就非常麻烦 可能就会判他说要解约 不成立要败诉 是一个凶宅上面临的问题 那就仲介来讲呢 仲介有没有过失 应不应该互损害赔偿责任 各位仲介有两个义务 一个就是要调查义务 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了以后要说明义务 各位这个说明的话 在我们买卖的时候 那一个乌况说明书 那个是卖方的说明责任 是有没有故意隐匿瑕疵 有没有故意不实的告知 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我们台湾一定要再加强 要强调的部分 那么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卖方故意隐匿 做不实说明 应该要推定有过失 他就有债务不履行的部分 所以这个情形是这样 那各位呢 仲介要进调查义务 应该要去凶宅网查一查 应该要去这个地方 要对大楼管理员做访试 类似这样子 他要进到善良管理人租义务 甚至他要花文去问一问 当地的管区派出所 当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跳楼之见 要尽其可能进到了调查义务 仍然调查不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必苛责他 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 纵使卖方向法院买的时候 不知道有凶宅 他还是依然要付瑕疵担保责任 这个仲介必须要进到 他调查的医护 否则要付损害赔偿的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子来判断的 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说 现在已被判输了以后 要赔人家 他可以向法院退货吗 简单讲是这样子 可不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法拍 把钱还给债务人 然后我不要这个房子 这个事情是从事法拍的人 就要非常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拍卖 他是公开竞价 有一个市集 市集来了 大家在这里卖一卖 走了以后就没了 所以各位在拍卖法 他们就是说 第一个要明确 第二个他们经常是货物售出 该不负责的观念 因此拍法院都会给你写 卖出去了 我们不负瑕疵担保责任 各位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纵使买到凶宅 因为法院代替债务人 把这个房子卖掉 这个时候拍卖 在国外认为是一个公法的行为 是把你的所有权切断 再重新分配所有权给新的人 拿到权力转证书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的时候呢 认为这种是第一次取得所有权 是原始取得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情形 不负瑕疵担保责任的 但是我们台湾呢 因为很怕拍卖 去负国家赔偿责任 所以我们向来都把它解释为 是司法的行为 那各位既然是司法的买卖 那为何你法拍 又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呢 所以这个在解释上是有问题的 那各位呢 这个地方我们的立委 曾经执询过我们的司法院 那司法院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强调 我们的各法院在拍的时候 要发文去给各机关 尽力的查 所以我们查到了 会给他注明在拍卖公告里面 说是凶宅 你知道凶宅又要来买 你是信基督教 天主教的 每一年的关系来买 OK 但是如果查不出来 我们还是给你写 不负瑕疵担保责任 当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就要很注意了 那如果你不幸买到凶宅呢 可不可以跑去跟法院讲说 钱退给我 我不那个了 各位这一点呢 是没办法的 法院不还你 然后他把这个钱拿去 分配给债权人 债权人拿到了这一些钱 他也不会还你 各位在这里面呢 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情形 因此各位呢 日本有特别的规定 认为说 债权人 你的担保品 债务人的财产 有瑕疵 你不应该去获得这样 因为譬如说你的债务人的房子 本来是值像刚刚那一件 四百万 但是他凶宅了以后 已经剩下两百八 那么你只能用两百八去分 你怎么可以用 无瑕疵的状态去分呢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 日本认为这是一个 非几户型的不当得利 因此法律规定 他让这个得标的人 可以有机会 向这个获取不当得利的债权人 把他要回来 用这样来平衡 那各位呢 有时候我们呢 很多的事情要与时俱进 现在我们在网路上拍卖 而我们买到的东西不好的时候 那么请问各位 这个应该要怎么办 所以从事最大网拍的 这个公司里面 他就会讲说 你们这里可以去挑选 譬如说五位仲裁人 你这边买 也可以挑选五位的仲裁人 然后还有一个店小二 大家呢 在这里做出裁决 如果这个裁决认为说 哪一方没有理 哪一方就应该要赔偿 像这样子的话 快速有效的解决纠纷 而让大家的权利义务能够平衡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现代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的法拍的法律呢 到目前为止还存留在千年以前 这个是制度上几乎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但是如何让这个不平衡产生平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最后老师再补充一下 就是有关于租房子 出租 结果我们的租客 让我们的房子变成凶宅 各位请问 第一 那么这时候出租人可不可以像成租人的家人 说你侵害我的权利 应该要继承这个损害赔偿请求全 各位 我们认为说人格在死掉的时候就已经中止了 所以呢 不行 所以没有发生继承的问题 纵使去继承 那么我们现在的继承法是有限的法定限定继承 也就是说以死掉的人的遗产为限来负清偿责任 所以租房子的人他如果已经没有遗产 你也没办法求偿 现在我们这样去告的时候 大部分法院的法官都会认为说人格已经中止 清权没有办法继承 他不是发生的时候再去那个也不是诉讼中 所以继承人不会在乎损害赔偿 这个情形呢就非常麻烦 那你的凶宅变成求偿无门了 各位现在衍生的问题是说 如果这个承租人有保证人呢 各位我们明法上是说 如果承租人把我的房子毁损了损害了 这个时候你要互赔偿 可是各位呢 在这个自杀凶杀造成我们房子受损的 这种凶宅的情形 这个情形也不是保证人应该要负责的 所以那一条法律呢 我们法院也认为说 自杀的话这个保证人没有去保证人家不自杀的 所以也不能够请求 哇各位这事情闹大了 所以有一天我们房子如果租出去的时候 要承担这个不可知的风险 因为几乎都不能求偿 所以各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特别特别去注意啦 我们可能能够做的第一个就是说要在租刃契约里面写下特约 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如果你来租房子你的保证人应该也要对于你的被保证人因为凶杀自杀而导致我的房子变凶宅而价值贬弱的时候你要付赔偿责任 各位第二个你要把这个风险cover掉的时候就要买凶宅险 买凶宅险 说如果我的房子自杀凶杀变凶宅的时候 保险公司要赔我这个凶宅险 那各位真的将来你的房子变凶宅啦 你要再卖要不要告知 你要出租要不要告知 对这个责任就落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通通要尽到说明的义务 否则你有可能变成是诈欺 或是故意不告知瑕疵 而变成将来你要付损害赔偿资责 老师把凶宅最常碰到的问题 在这里跟同学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 以上请同学参考 谢谢大家